我拍一个比较感动的 因为现在爸爸妈妈 你不是妈妈吗? 我这个年次比你多 所以你都知道了 我觉得啊 我觉得这一次很好 因为每一个小朋友 他都有自己的故事 在真实生活里面 然后有不一样的 面对的事情跟困难 然后我自己的那个 西西是一个 也是一个单亲的家庭 然后她 生活 不是那么的富裕 我觉得 其实这个 导演跟我讲 其实在香港 是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 我其实蛮惊讶的 因为他们的生活的空间 跟 跟你们平常的还要有一段距离 所以 可是 我 我特别感受 深是因为 我觉得他们 这些小朋友 反而是比一般人 来得更坚长 跟 懂事 跟诚实 我觉得这个是我希望可以 为什么这么希望可以 宣扬这一次 这个活动的 一个短片的一个 主要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觉得 我们都很幸福 我觉得应该把 一些 爱 传给别人 希望他们 就是有更多 其他人可以 关注这些事情 我觉得 就是 你会 不只是我们 要怎么去叫下一代 就是我们 有得到 就是说 其实梦想 是一个生存的 很大的意思 不只是小孩子 小孩子 当然我们作为成年人 应该好好去用内心 去栽培他们 但是在我们的层面上面 我们应该继续努力 追踪自己的梦想 我们 在这个 计划里面追赶 就是还有一件事情 那些小孩子 是很喜欢看 香港便宜 然后他们也是会 为什么会 很多感受 就是我们很多的 香港便宜 也是会长到 带到那个 梦想 所以让他们 都是有一种的推动力 所以作为一个 就是 其中一份子 我觉得我们也是 我们的努力也是很重要 所以 这个也是对我们 同业的一种鼓励 吧